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 领导喝酒醉驾不用罚 中国酒驾醉驾新规热争议 中国2023时大新词发布 美国呼吁在印太地区建立 魏斯北约的联盟的呼声日益增加 北京在南海展示肌肉 而马尼拉则使其陷入被动 美国印太司令对中俄军事关系升级表示非常担忧 国家媒体报道称 习近平亲自主导中国的改革进程 特朗普在害虫袭击后被比作希特勒 请大家收看 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 综合新闻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2月18日23时59分 在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北纬35.70度 东京102.79度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领导喝酒醉驾不用罚 中国酒驾醉驾新规惹争议 综合新闻 中国官方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行事案件的意见 其中明定醉驾情节轻微的 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 据中国央视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以及司法部 星期一 12月18日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行事案件的意见 简称意见 意见将于下周四 12月28日起实行 报道称 自2011年醉驾入行以来 酒驾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大幅减少 为适应新形式新变化 系统总结醉驾入行以来的执法司法经验 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严格规范 办理醉驾案件 两高两步经深入调查研究 联合制定了意见 意见规定了因酒驾 醉驾 曾受过处罚等15种从众情节 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10种情形 对存在发生交通事故 行为危险性大 以及主观恶性深等情形的 从众处理 对罪驾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 并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明确 罪驾情节轻微的 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 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 中国多家媒体在社交媒体微博上 转发了有关意见的报道 有网民说 这个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怎么界定 也有网民批评 酒驾都可以情节轻微了 其他的我想都不敢想 中国2023时大新词发布 综合新闻 中国发布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 村超特种兵士旅游摆摩大战等词入围 据新华网报道 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研究中心 星期六12月16日发布的年度十大新词语包括 生成式人工智能 全球文明倡议 村超 新制生产力 全国生态日 消费提振年 特种兵士旅游 显眼包 摆摩大战 墨子寻天 据悉 这些词语是基于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 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 结合后期人工确认获得 数据规模约15亿自此 其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摆摩大战是今年的科技热点 后者描述了大规模深度学习模型 在应用领域竞相发展的态势 村超和特种兵士旅游是今年的热门话题 贵州村超 吸引超六亿人在线观看 带来近60亿人民币旅游收入 特种兵士旅游 是年轻人试图用最少的时间和金钱 有最多景点的旅游方式 显眼包在网络语境中 特指那些在同类中脱颖而出比较显眼的事物 属于包裔 墨子寻天是今年9月正式启用的望远镜 可监测移动天体和光变天体 用于高效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 美国呼吁在印太地区 建立魏斯北约的联盟的呼声 日益增加 德国之声 一群保守派美国政治家 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建立一个事实调查小组 作为创建印太版北约的第一步 以遏制中国和朝鲜 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侵略行为 北京在南海展示肌肉 而马尼拉则使其陷入被动 南华早报 由于马尼拉采取了积极透明的策略 中国很可能会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的紧张局势升级 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上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来对抗中国 尽管中国海警封锁了二号托马斯交 但马尼拉仍然继续进行补给任务 菲律宾还邀请国际媒体报道 中国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 观察人士表示 只要菲律宾不越过某些红线 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处于首饰 马尼拉必须避免采取加固希拉玛德雷岛 在二号托马斯交建立永久前哨基地 或进入斯卡伯勒交的泄湖等行动 中国必须谨慎地调整对菲律宾的回应 以避免越过武装攻击的门槛 并引发中美护防条约 中国目前正努力寻找一种回应 既避免显得软弱又避免升级 美国印太司令对中俄军事关系升级 表示非常担忧 美联社 美国印太司令部对中俄两国增加的 联合军事活动表示关切 印太司令部负责人约翰 C.阿奎利诺上将 呼吁中国停止与邻国的海上对抗 并批评了中俄两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 阿奎利诺表示 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组合 构成了一个不好的团体 阿奎利诺还对中国与俄罗斯 在日本附近的军事联合活动扩大表示关切 国家媒体报道称 习近平亲自主导中国的改革进程 南华早报 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了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作用 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庆祝了中国经济复兴 45周年 根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一份报告 习近平在改革的总体设计、协调、监督和实施中 发挥了领导作用 报告还强调 习近平亲自监督了2013年通过的一份 关于改革的文件的起草过程 该文件概述了具体任务、改革措施和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报告赞扬了习近平的领导能力 并表示他对改革的言论为实施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理论武器 特朗普在害虫袭击后被比作希特勒 英国独立报 历史学家批评唐纳德 特朗普在退伍军人结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 将他的政治对手称为害虫 这位前美国总统表示 他的国内对手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还要大 历史学家将其与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莫索里尼进行了比较 其中一位学者将特朗普的言词描述为独裁者用来灌输恐惧的语言 特朗普一直拒绝接受他声称被窃取的2020年选举结果 高盛将其2024年石油价格预测下调了12% 原因是美国产量大增 CNN 由于美国产量过剩 高盛将明年的平均油价预测下调了12% 该银行先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平均每桶81美元 低于之前的92美元的预测 分析师表示 修订预测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钻井速度和井口玩井强度的持续增长 尽管如此 代银行预测OPEC加减产 中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经济衰退的适度风险将限制油价下跌的幅度 拜登太老了 尼基·哈利在新的竞选广告中说道 华盛顿邮报 尼基·哈利·尼蒂·黑利在他最新的竞选广告中称拜登总统年纪太大 并将国会称为美国最高级的养老院 国会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 哈利此前曾呼吁对75岁以上的政治家进行强制性的心理能力测试 该广告将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播出 没有提及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他在共和党初选中领先优势明显 年龄为77岁 民主党加大对克拉伦斯·托马斯在特朗普案中回避的压力 华盛顿邮报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在审查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豁免权的案件中回避 原因是对他的公正性产生了担忧 众议院成员质疑托马斯因其妻子参与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运动 而无法保持公正 在一封信中 巴林众议院民主党人呼吁托马斯在该案中回避 理由是法院新的行为准则对公正性的指导 中国直播电商平台向愤怒的粉丝屈服 解雇了首席执行官 南华早报 中国直播电商网站东买在一位顶级网红的粉丝们 因其CEO暗示该网红过于炫耀而感到愤怒后 解雇了该CEO 这一事件凸显了一线卖家的重要性 中国电商平台现在正试图减少对任何个人的依赖 东买是著名私人导师于敏红创办的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在线辅导部门 后来转型为直播电商平台 中国必须以有序的方式削减美国国债 前央行顾问表示 南华早报 中国应该减少其美国国债的持有量 并争取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贸易平衡 这是中国前人民银行顾问于永定的观点 中国是继日本之后 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 同时还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 在北京三亚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中 于永定警告了美国债务危机 和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 岸田表示 日本已准备好在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安全方面引领亚洲 美联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领导努力 同时实现亚洲的脱碳 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 这一名为亚洲零排放社区 ACE City的倡议将需要4000万亿日元 28万亿美元用于脱碳措施 岸田表示 他承诺成立一个新组织 协助AZC成员国实施朝着碳中和的政策 日本政府承诺通过使用安货氢供燃 灵活和移动太阳能电池板等技术 来帮助AZC成员国减少排放 日本已经实现了20%的减排 并有望实现到2030年减排46%的目标 然而 环保组织批评缺乏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的时间表 岸田承诺停止建设未经净化的燃煤电厂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天花可能再次在全球传播 德国之声 世界卫生组织互警告称 由于喉豆病的性传播增加 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喉豆疫情 可能会扩散到国际范围 HOOD喉豆技术负责人 对DRC的迅速扩大的疫情表示担忧 该地已有超过13000例疑似病例 和超过600例死亡病例 尽管喉豆可以通过性传播 但它不被归类为性传播感染 该疾病主要通过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传播 包括呼吸、说话、核心活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甘肃临夏州发生了6.2级地震 希望受灾地区的人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接着 中国官方发布了关于办理最久危险驾驶行事案件的意见 其中明确了罪嫁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或定罪免刑的规定 这一新规引发了争议 一些网民质疑如何界定情节轻微 另外 中国发布了2023年度的十大新词语 其中包括了一些今年的热门词汇 如村超、特种兵士旅游等 此外 美国呼吁在印太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联盟 这引发了一些关注和担忧 在国际关系方面 美国印太司令对中俄军事关系升级表示担忧 同时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称 习近平亲自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此外 特朗普总统在一次演讲中将他的政治对手称为害虫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经济领域 高盛下调了2024年石油价格预测 原因是美国产量大幅增加 同时 中国直播电商平台东买解雇了首席执行官 这凸显了一线败家的重要性 另外 中国前央行顾问表示 中国因以有序的方式削减美国国债 并争取与其他国家实现贸易平衡 最后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猴豆疫情可能会扩散到国际范围 这引发了一些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